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1点钟去看新闻 看完1点3 完结了新闻就跳去新闻台 无线新闻台 怎么知道看到这些人 开始拿着铁车转撞立法会道门 给你看一下画面也挺好看的 大家很经典 原来这架阿婆用来收拾完纸皮那架 纸皮打算是环保的 原来这架装着纸皮的铁车 铁拢车 是这么大威力的 但其实大家就觉得也不是很大威力 因为 看见他撞了很多很多个钟头 即是1点 我想他1点开始撞 撞了 两个多钟 终于撞爆了门 撞完爆门了 他还要撞了很久很久 接着他们开始就好像5、6点左右 真真正正真的撞开门了 开始就涌进去大堂里 他涌进去大堂里 当然 警察呢 初初 那时候等他撞爆玻璃的时候 他们就 警察又拿着布袋弹 又说入子弹 又说橡胶子弹又入子弹 但是他们撞进去 警察就收拾了 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这一集的节目 当然 我是在重复大家知道的事情 但是也要说的 对不对 接着 他们撞鬼了进去 接着呢 就 接着呢 就继续在铁杂里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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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9点钟 终于撞爆了铁杂 进去 那个馅里了 因为撞爆了铁杂 就可以进去立法会议事厅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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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完无线新闻,然后又跳到新闻台 夜晚的报导 那,看着 整班人看着警察开始 警察总部出击 但是,真的很快 在12点钟,还有很多人 然后大家就没有鞋玩剧走 那,差不多1点左右走 这就是最简单的罪述 当然,整天 是有很多很多的迷团 现在我要解决一大堆迷团 我有五个问题需要问 第一个问题,我就问 那些暴徒干什么春夜 为什么早上要攻击会展呢? 攻击来干什么? 因为会展 隔到很远的了,封了很多条街 下了水马 入了水,几吨重的了 你推不动水马 然后你要攻过水马 没可能的了 那这些暴徒呢 都是要跟警察打 就说要站近一点 那别人怎么会让你站近一点呢? 对不对? 你怎么都要攻 警察基本上用超级低武力了 什么布袋弹啊 什么东西 橙胶子弹全部收起了 又是用胡椒噴霧 死都不用水炮车 那为什么呢? 当然是让啦 不会制造任何的损伤 你们香港人很仆街的嘛 你们的仆街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看到那些暴徒受伤 跟着传媒控制之下 你看不到警察受伤 那你们呢 就会同情暴徒了 现在呢 今天整件事来说 当然啦 你看到立法会 被人破坏了 破坏得也挺恐怖的啊 那大家又觉得 哎呀 立法会破坏到这样啊? 你又觉得 咦? 你又开始同情政府了 其实你们香港人 是真是 真是很贱格的 你们不是说是非对错 你们只是看 谁被人打得伤点而已 谁被人打得伤点 就帮谁吧 可以是一个暴徒 去欺负另一个人 但是另一个人呢 可能比他健碩 或者是练功夫看上去 他不是很健碩 但是一声就已经把暴徒 打倒了 但是 你看到那些暴徒被人打倒了之后 你们就去偏帮那些暴徒了 那那个被人欺负的人 被人刀刮的人 喂 你刀刮刮我 我好打 不代表被你刮的嘛 那我可能我去还手啦 我还手 哎呀 那我比你好打 我好打 但是我还手是应该的 你刀刮刮我 你打我 那我就打你啦 那我挡你 打你 我打你 原来我打你一点点 你就会摔倒了 就是 香港人那个是非观念 是建基于 哪个伤得重 哪个对 是吧 现在香港政府就知道 你们的心态是这样 就由得 立法会伤得重一点 是吧 给你们这些混蛋 是吧 挖到整个立法会 乱七八糟了 是吧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的吗 你们这样破坏立法会 竟然说自己不是暴徒 说只有暴政 是不是很搞笑呢 是不是 但是 你说 早上 你们去打 我相信就是一个 收钱 因为 美国拿来想 就是 喂 怎么也要 侮辱一下你的嘛 在G20 敲 敲 习近平烛光敲 敲 然后 还要说 喂 你拿到的只是说 开始谈判 特朗普 其实真真正正 在中国里面 咬不到一块肉 又想夹死你华为 华为又夹不死 那些公司又用法律 全部不理睬你的禁令 那怎么办 很无奈 很无奈 特朗普就叫 你叫班农 班农是我最熟 班农派钱 叫那些扑家狗去 那你七一嘛 你慶回归嘛 至少有场戏 给大家看 我觉得 早上 你真的无无外卫去供立法会 做什么东西 当然 在工的过程里面 产生了 有一条人 被人打得 真是 在早上发生的 这位 粗普通话的人士 也持有 我想是一些 手机 那整群暴徒 打到他 真是真是 真是 打到他 要入医院了 大佬 好 那其实 现在 我都 不敢肯定 这位 被人打的人 兄 究竟 他做过些什么 当然 现在的暴徒 就说他拍人的样子 但是 现在 这个 有个罪述者 就说 其实 那部片 我看过 知道有张超红 张超红是不阻止这些暴徒的 真是 很恐怖的 其实 你张超红就是一个暴徒 你看 现在的新闻片 就说 张超红骂警察放水 让那些暴徒攻进去 其实 是一个缺席 一会儿再说 但是 你张超红有什么资格呢 你自己是暴徒 你站在暴徒旁边 然后 你不阻止这些暴徒 那你在干什么 那你就是同谋 你不阻止就是同谋 你不阻止就是同谋 对不对 我觉得 这个被人打 有一个异象 可能是 可能是 那个人 在这个示威场合里面 他就是 不注意 说了些普通话 我不理他 是中国政府派他去收集资料 还是自己身行 还是代表某个记者 那他 可能他代表某个传媒机构 你讲普通话就是原罪 那他们本土嘛 港独嘛 听到你说普通话 你就共匪 那就打他 其实我觉得香港就是 就算是 你不需要这样打他 你们这帮契弟 你们不蒙面 或者不记得蒙面 不记得戴口罩 就是有风险的啦 对不对 人家拍到你 那你就活该死咯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不过你们 就是你们还蛮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些犯法的东西 你们是暴徒的嘛 人家拍到你 你就打别人咯 那 人家拍到你的样子 你就有一个合理的理由打人吗 打到人家真的是仿佳人家产就是对的吗 这些是暴徒逻辑 就是我要做暴徒 更加要蒙面 这个就是张超雄啦 陈嘉丁 他没有阻挡过他被人打的 就是 这个我想 我觉得很可怜 香港真的去到很可怜 张超雄是暴徒 他纵容那些南亚兵 是吧 现在 这群 收钱做事的人 早上就打获金啦 那打完获金 那当然我觉得很无聊 那你 你又 你 你很难攻入那个迷宫的啊 你又跑不到去星期场做捣乱 你要走近一点 那你就和警察打一场 那你真是 可能早上美帝就觉得 喂 至少也有一些难看的场面 羞辱特区政府啦 无聊去尋人之事 其实一向都是星期长不让你走近的啦 你的示威区一向都是远的啦 其实我以前去过示威的嘛 对不对 一向都很远的 你迷不了去是正常的 现在更加远啦 近六月有这么多暴动 更加要隔远你这些 我觉得没什么错的 在保安上面 你们去打架 只是因为你们的主子 派钱你们要打架 那意思而已 但是 很多迷团继续要说的 除了打人这些之外 譬如说 另一个迷团就是说 泛民 去阻止那些暴徒 拿那辆铁车撞 那当中里面呢 是泛民和他们在那里 在那里 扰让啊 我见不到谭文豪 我见不到杨岳桥 我两个仆街去休息啦 晚上他们就去指挥那些暴徒散水啦 我觉得他们始终都是 跟那些暴徒有很好的合作的 他们叫那些暴徒散水 肯散水啊 但是在那个场合里面 那些暴徒不听他们说 暴徒就很坚持 要撞立法会的玻璃 好像2014年 热狗做过的事情 热血公民做过的事情 撞进去 当然就搞另一场太阳花学运啦 就是 呃 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呃 泛民呢 就 在Low呢 就录下了这个对答啦 毛孟静 那混蛋呢 就是 你冲进去 会当暴动 要坐十年牢的哦 预料啦 已经有三个人死 哇 多严悲壮呢 毛孟静去stop他们 那些人 都打了 那些人 哇 还有毛孟静 郭家琪 各选手 呃 白头佬啊 梁耀忠 在这儿拖来 阻去 那些人就揽他 推开他 那样 跟着尹兆坚、六尺四林卓廷、葡萨头 林卓廷还要很矫情地跪下 你看到就是 摆明做戏 当然他们抓住铁拢车推来推去 做完一定的戏之后 后来他们就突然不玩了 不知道可能又找个藉口就说不知道谁受伤 总之他们就说不玩 那些暴徒最后用铁拢车 在3点撞爆玻璃 究竟泛民是真心不想他们撞玻璃 还是他们策划之后 但是他们不想背罪责 所以跟一些收钱的暴徒 合作 那些暴徒就骂他们 你收皮啦 我一类 我讨论 张超红 梁耀宗 六尺四 尹兆坚 他们全部在这里做戏 他们在策划暴动 策划暴动 撞立法会玻璃 撞立法会玻璃 是他们根本的目的 就是撞烂了 进去破坏 然后在立法会里面 那些警察就会打示威者 那些暴徒收得人工 那些暴徒收得人工 由得他们被人打 打完就继续攻击政府 因为传媒他们握手的嘛 那些警察被他们打到扑街 他们全部的照片都被盖了 那些示威者被人打伤 不知多少钱 有人说一万多千 有人说两匹 那因为你冲入立法会 会被人打的嘛 可能中布袋弹 还有胶子弹的嘛 但是你人多 那可能不会被捕的嘛 但是你们难命一条 你开一天工 你斗两匹东西 或者三匹东西 那你们那些日子狠 那就预了受伤的啦 那 我觉得呢 这个是元初泛民的剧本来的 你们告我啦 我不介意啦 说了粗口不清楚 你告我啦 我现在说你是策划啦 晚上你们散水 阳岳桥叫你们走 你们真的立刻进去地铁走的嘛 撑你的肺 就是 你们这些暴徒 是配合的嘛 你是看到的嘛 撑门的时候 就是 朱凯迪 叫他们做什么 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好像是接受朱凯迪指挥的 有很多网友 看完这套片 所以 可以说 或者调转歪理来说 譬如说 佑智峰就说 叫警方克制 你们在撞门的时候 叫警方克制 你这些暴力暴徒,但是你们在黄丝的暴力文化里面 觉得他的暴力很对 这个是许智峰的背脊 对着里面的警察,不要出来啊 不要出来打示威者 警察,不出来 其实呢 我 不会相信他们是真的想劝示威者走的了 我看到他们这些暴徒 我是很讨厌的 讨厌的是,刚才拍过毛孟静 毛孟静劝这些暴徒 不要冲 后来呢 毛孟静的八婆呢 又扮死了 然后叫医护车他走 因为差不多空进去立法会嘛 其实呢,我觉得这些 很极其奸诈卑鄙 人家去冲立法会 你就扮云扮病 去走 对不对 这些 就是基本 你看到那种矫情 看到林卓廷跪的那种矫情 我始终觉得泛民的剧本呢 就是撞立法会玻璃 是他们原本的planning 搞第二次太阳花学雲 是他们的planning 他们的planning 他们不保证会令到立法会 很糟糕 染污得很紧 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示威者被人打爆 打爆了 他们就可以冲警察暴力了 是吧 就是 你看到 顺便说另一个八婆吧 反正 早上 黄碧云在这个酒会里 升旗礼是在室内做的 他在这裏 就是 我这裏 粗口点叫 勾叫 在这裏 吠 就是这些八婆 又说博士 又说基督徒 其实是濫教基督徒 我觉得在香港 很多这些妖怪 就是 我也是难以想象的 那我除了说完这个 我说暴徒 是要 就是他们攻进立法会 我觉得是他们原本的planning 这些暴徒和我这些议员 所谓的矛盾是假的 但问题是警察 为什么有得他们这样公立立法会呢 这个是大问题 因为 因为他们事实上真的公破了 破坏了 当然了 我也要承认 我自己也 有个估计 我觉得自己的帖子也写得挺好的 都很短时间内 有一定的 的分享 这样 那我就 读一下这个帖子 你等一会儿 我都要 放大一点点 那我帖子这么说 就说不器物插 那他就说 欲禽固重 暂时 暂时呢 立法会呢 是没有重要的法案 需要通过的 哎呀 跳了点 不好意思 需要通过的 警方呢 可以棄手立法会 让暴徒呢 去呢 破坏 破玻璃呢 佔领立会的 过程中呢 不需要用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的了 让他们玩啊 玩几个小时 甚至呢 几十万个七一的示威者呢 进去玩呢 都没所谓的 然后呢 凌晨1点半呢 港铁休息的时候呢 警员就包围他们 宣布宵禁 拘捕所有的匪徒暴徒 明天的7月2号呢 北京就可以宣布 现在又是一个紧急状态的了 我说得对了一半 其实呢 我呢 始终都是很恨那帮暴徒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 就是他们收钱做事啦 收班农钱做事啦 是不是 但是共产党呢 跟我想法不同 那不如下一节回来 说一下共产党 怎么跟我想法不同 稍后再见